那因为台风要来了 那这个台风目前是中海 不过专家气象专家预估 它是中台中的强海 那风雨可能会不小 那尤其很特别 它几乎巴士海峡以后 有点往上走 所以预估目前离这个高频地区 非常的近 那另外呢 我今天早上特别看了一些气象资料 它现在的路线还没有完全确定 所以我很担心 很担心它会变成西北台 那如果它从台湾海峡上来的话 那就有点麻烦了 对中国地区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两天 已经开始密切注意这个台风 因为这个台风 为什么特别注意它 因为它很可能是西北台 而且有可能往台湾海峡会走 那如果碰到这种台风 对中国地区 因为西海岸大概都是平原地区 我们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所以台中市政府 从今天几天开始就开始进行 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 譬如说像我们的水利局 我们有五座大型的这个抽水站 还有五座的临时抽水站 都已经准备就绪 另外我们还有240亿台 移动式的这个抽水机 希望有备互换备而不用 那另外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 我们各个区公所以及相关的地点 已经开始发放这个沙包 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 当然气象局发布的资料 还没有到中国地区来 不过呢 因为外围还满流 而且这个台风是偏向我们这个西海岸这个地方 虽然它现在是高平地区 不过我们担心说台风这个历史中方向在转的过程当中 也会把这个西海岸的水期带上来 所以我们有些预防措施 像高美实力的露营区 在海岸线高美实力的露营区 那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 5天预防性的比率 请大家配合 那另外台中市的各大风景点 那如果说我们有停班停客规定的话 那也会封闭 那总而言之 我们还在跟中央跟中央气象局 密切配合当中 随时观察它动向 那但是呢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房间准备